你可能很难相信 在21世纪富裕的台北市 简运龙山寺附近的巷弄内 有这么一群人 居住在邻近深色场所的寨房 这里是台北市万华区西昌间 这边有楼鼠的地方 五十分住宅 里面住的楼鼠是 六十五岁以上的男性的住宅人 他们居住在不到三平的房间 这里受不够肩肥小幽稽 跟着里长的脚步走进这里 幽安的走廊空气中的发霉味令人窒息 在这里有人因为赌博失去家庭 有人年老被弃养 他们各自都有一段难以启齿的故事 狭窄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 几十个人共用一间厕所 他们住在所谓的龙屋里 生活苦不堪言 来到这栋住宅的管理室 正在与离仗聊天的管理员 吴炳坤也是低收入户住宅的住户 很多自己也是可能有房子 有什么老婆什么都有 喝赌什么都来 把财产都败光了 吴炳坤说到自己因为年轻时 留恋深色场所 完性中而没有成家 把积数换逛了才来到这里 还把同样没有成家 年满中风的哥哥接过来同住 满山的步伐 一拐一拐地住着拐杖往房间走 他是吴庆住 也是吴炳坤的哥哥 因为重风而行动不变的他 住在一楼管理室旁边的房间 每周都会有长朝服务的社工 来到这栋住宅 帮行动不变的龙居老人们 洗澡洗衣服和带他们出去散步 龙居老人的生活环境 被迫压缩在两到三平的空间里 生活品质每况愈下 社工的到来 无疑是为这栋死气沉沉的住宅 提供一点温暖好人情味 看他如果说今天要带购的话 就陪他去带购 看他陪伴服务 陪伴服务有其中就看他 如果来公园散散步 让他做做运动这样子 沿着住宅的楼梯往上走 今年86岁的黄松是吴秉昆的朋友 父母双亡后 兄弟姐妹也都各自成家 没有人能照顾他 只好独自一人从彰化老家来到台北生活 但因负担不起台北市昂贵的房租 只好住进了这里 年势已高的黄松 有一只耳朵已经中听 林乡背景也没有收入 农军虽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但比起露宿街头 起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台北市昂贵区九城芒嘎 曾是台北最繁华的地区 聚集了许多魏城嘉丽叶的单身汉 来到这边找出路 在当地升高20多年的 富民里里长范天成说 也因为这样 造成游民思想的 社会乱象层出不穷 拉低了万华区的平均收入水平 其中富民里的龙居老人也最为密集 主要是这样 他们大部分都外地来 外宣誓来 来为什么呢 说真的他目的 就是申请提出政府补助 房租越便宜 刚好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小间小间的 又可以社会 复合他们的要求 这群人漂泊在这里 以万华区为中心 大量的老旧住宅里 就存在着龙居老人住的房子 那些不到三平的小房间里 虽然潮湿幽暗 卫生环境恶劣 却是他们唯一住得起的地方 每个龙民都因为不同的经历来到这里 你是否想象过自己的老年生活 是得以安享晚年 还是在窄房里 过着一天算一天的日子 是不合独臨的 来订阅 说你说什么 是不合独臨的